内容抢先看 温柔大叔来相亲 密室女嘉宾调侃不已 看着笑盈盈 谁敢说咱是去老头 一见钟情节奏快 女嘉宾为爱告白 你就是我的菜 你看多直白 女嘉宾讲述感情经历 台上台下争论不断 谁都难受 真心疼你 不为钱谁找他拿谁 我就不找 更多精彩内容 竟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生活如花 爱情似密 爱都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只要再变好 慢一点也没关系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文文 来认识一下 密室里边的五位女嘉宾 阿姨们你们好 欢迎一号女嘉宾 心中有爱才能被爱 我是来自沈阳的金香猪 来认识一下二号女嘉宾 我的爱好有很多 跟我在一起每天都有快乐 我是来自沈阳的董风琴 和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三号女嘉宾 你好 爱情很简单 但是你还去一个五 来 四号女嘉宾 孤单是与你相伴 快乐是与你狂欢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先生 欢迎您五号女嘉宾 我想要一个简单 真挚的爱情 我来自沈阳 料理万迪 我们五位女嘉宾 今天来到现场 是期待着自己的爱情 那不知道 在过去的日子里边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和另外一半相处呢 又怎样看待爱情呢 其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有一位男嘉宾 在讲起和去世的 非常恩爱的老伴 相处之道的时候 他提到说 如果说两个人的意见 统一的时候 我说了算 如果两个人的意见 不同意的时候 他说了算 这样让他之前的 那段感情生活 是甜如蜜 让他很难忘怀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 咱这位男嘉宾 可能就是在这相处之道上 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 栽了跟头 那先来看看他长啥样 我们看看他的老照片 这个叔叔怎么来了 怎么他不能来吗 老嘉宾 而且他有一段时间没来了 就是牵手了是吗 对呀牵手了呀 那怎么又单身了呢 这里边有故事 有故事了 这个具体咋回事 还得请他自己慢慢跟咱老啊 来有请我们的男嘉宾 去了头闪亮灯场 爱迪选择我以前来过 也牵手过 但是我失败了 这回我又重新回到这个舞台 重新找我的另一半 希望大家帮助我 三位组织人好 欢迎您 欢迎您 您好 咱俩 您虽然来过 但是我俩是第一次见面 那我顺着牵手了 顺着又人家帮了 这看着笑云云的 谁敢说咱是聚老头 而且还爱旅游 怎么可能呢 对 是吧 咱不是聚老头 不聚 我的脾气特别好 现在大伙都夸我 是吧 那之前来过咱俩的选择 然后分手了 是不是 对 那分手不是因为咱性格问题 不是 他的问题 这个事说不说呢 因为我知道 之前有一场是牵手专场 您和您女朋友吧 可以说 对 还特意作为榜样嘉宾 来到我们现场了 我们觉得你们应该过咳好了 所以刚文文才 哎呀 那这是不是咱来了 因为他当时过来 秀了一下恩爱 我们感觉 真的两人各个氛围 还都是比较合适 今天呢 我们也请来了两对 在我们节目当中 相识相知的情侣 接下来掌声 有请他们上场 我一共来过两次 但是我不怕坎坷 第三次我来了 我成功了 他就成功了 是不是啊 我因为他能陪伴我们到了 看起来在生活当中 不仅仅用别人看着合适 自己感觉合适 而是生活了才知道 细枝莫洁能不能容忍 确实是啊 我们处了一段时间 因为处得还比较不错 当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我把我的工资交给你 再一个你是额外还想要一点钱 这个什么钱呢 我这个就是说我有存折 我有存折 他说你把存折的利息都给我 存折都给他 就是一分钱都不能留 这个是 要统治 要统治 我就不满意 不满意 大年初一分的时候 就今年的正月初一 我十二分买了那么多的东西 我已经在那过个年 结果大年初一出来 留着留着 我来说咱俩不合适分手 所以买的东西我都没吃着 没吃着 我们男嘉宾一上来之前 我就说了 我说咱男嘉宾是个倔老头 当然了 这倔老头绝对不是咱自己说的 他说他自己性格挺好 但是究竟倔不倔 这别人说的咱倔 咱到底倔不倔 还得慢慢处着看 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咱男嘉宾 17649号 甘先生 沈阳人丧偶 国企退休 有住房 子女已婚独立 我的前半生 可以用一档电视节目来概括 那就是言语自言 我叫甘广心 热爱一切与大人亲密的活动 早春时节 我喜欢早早就出门 去享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中夏时分 我经常约上三五个好友 前往海边 在海浪的怀抱里逛去了时间 到了深秋 我也许会坐几趟火车 在旅途愉快中寻找生活的美好 一到冬天 我就会翻出心爱的溜冰鞋 再肆意加速自己回味童年的乐趣 谁也我年长大了 但是我身体很好 儿子总限制我的运动 其实我也知道 儿子这么做是为了我好 但是运动量少了 孤单自言就会多了 我来寻找一个爱运动年 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您来了 是不是爱好太广泛了 天上地下水里没有你玩不到的地方 这是多少年都是如一日吗 这么玩儿啊 这个游泳是我下想到盘景六八年 我就会游泳了 就是就会游泳 一直游到现在吧 可以说 等老伴死了 我开始旅游 旅游就 都上哪去玩儿啊 上广西 云南 海南 山亚 就是那个古浪雨 我都去了 这地方大致 往上洛阳海去 你的古浪雨 古浪雨的地方 应该都是情侣去的地方 当时是你自己去的呀 我跟团去的 那你下次得带阿姨去古浪雨 那地方真是老浪漫了 团里边都是老团还老太太 团里边 我挺羡慕人家 老两口子手拉手走这沙滩 我就是像一个 属于那什么鱼 鱼溜边 我不跟他们扰 你属于电灯泡 那一次去就浪费了 那事 都对那么有 好 啊 咱俩一群isches宵 看看咱们面 shock 美好 ip 不对 丟掉了 下 Tek 你 kov 挺和蔼 不像是劝老头那种 不像劝老头是不 是 不像 说你不像 挺好的啊 你说 有上有良的是不 来 2号女嘉宾 男嘉宾 你好 我是2号女嘉宾 男嘉宾 你的爱好挺好的 喜欢旅游 那个又去什么江西啊 又去山亚啥的 我也喜欢旅游 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旅游啊 咱们要是走在一起 可以带着你去旅游 啊 谢谢你啊 可以说他多稳当啊 就是得在一起才能一起去旅游 你没在一起的时候 那不能一起去旅游 那个 我是3号 那个我想问问 你今年是多大年龄 我是52年生年 啊 我那个 我就想找你这个年龄的 那个你的收入也挺好 我也是有双宝的 有工资 我是56年生人 我是属猴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挺那个年龄挺相当 我也喜欢旅游 也愿意游泳滑冰 唱歌跳舞我都挺喜欢 我们俩要是能牵手 能和你一起去旅游 滑冰游泳 挺好 我就喜欢这样的 我觉得刚才阿姨是在读表白书吧 像写好稿似的 而且哈 不容的叔叔拒绝 你一会要不选她的话 跟你说对不起她 都容易有危险 组织人好 男嘉宾好 我是4号女嘉宾 4号 男嘉宾挺健康啊 多高个儿啊 1065 那喜欢旅游是个好心情 好心情 你喜欢旅游不 好啊 我也喜欢旅游 但我没时间去旅游去 是吧 我记得您好像是这个有产业啊 这是什么理发店 什么生育诊所 和什么大力去住 我自己经常没有空出去旅游 那一年再度也不能去 要有另一半的话 也可以出去走 那没有另一半 没人陪伴自己旅游 也没有意思 主持人好 男嘉宾好 我是5号女嘉宾 嗯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都旅游变了 那要是再牵手了 还能玩了吗 可以玩 再重走一遍 那要是女嘉宾选定地方 说她想去哪儿 然后让你去 但这地方你去过了 怎么办呢 我跟她走 也行 行 她可以当一把手 以前走的是孤独 以后走的是爱情 这小日子就没起来了 对 那问个很切实的问题 俩人出去旅游 是A制啊 还是那个你靠钱 这个事我把工资全交给她了 所以我就不管了 出门线的时候你就都交啊 对 走在一起了把工资就交出来 让她实心实意地看着我是对她真心还是假心 那个不用担心 没曾咱不要钱 哎 这是房姐的声音 不差钱 批你钱还多呢 成了咱也不要钱 咱也是帮你看着钱 是 谁姓她姓房 房和姓房啊 她不姓房 房个多啊 房个多啊 所以咱们叫房姐 房姐 叫房姐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不知道 爱选择全是故事 是 那我们那个情感导师和小红娘帮您也捋顺捋顺啊 这个信息量有点大 谁更适合你 其实我发现咱们大哥这次来啊 恢复的挺好 我是说心情恢复的挺好 吓一跳 因为红光满面了 又可以和大家谈笑风生了 其实每一段经历 对我们自己都是一份经验 是吧 来到爱的选择 这么多的嘉宾对你都感兴趣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一个人 虽然咱们说话的声音不大 但是咱们表达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咱们刚才三号姐姐 你说了会游泳 是吧 愿运动愿意旅游 你所有的这些点和咱们三号姐姐 全都搭上了 所以呢 我觉得兴趣爱好点相同的话 这一个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一定是特别能够协调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三号姐姐 对你印象非常好 另外咱们到这个年龄了 身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 心理健康身体也更要好 所以呢 咱们四号姐姐我觉得在 中医养生啊 这些方面 饮食调理啊 一定能够对你有所帮助的 是来解三号我表示同意啊 因为兴趣爱好真的没有办法去拒绝 但是我跟你不同的是我推荐五号 刚才那房姐 因为她有件事情打动我 她在爱的选择曾经牵手一位男士 两个人和平分手之后 她还之后还去帮助那个男士 她生活上需要帮助的话 她需要帮助那个男士 她的话就可纯洁可纯洁了 没有任何就是说的 相信在这个社会这种男人有什么要求 什么要求都没有 我觉得她从她善良这个角度来讲 是叔叔您需要的 那个包米下来了 她也要我去求救 她的这种 我倒有点担心了 这怎么这还是藕断丝连呢 没有她在第二次来爱的选择舞台的时候 已经证实了这个事情 两个真的是好朋友 我敢保证 但手都没摸过 真纯洁有益 行不行呢 一会看她选择就知道了 对不对 介不介意的选择见分晓 这个男的在三十年前来爱的选择 他嫁过我 咱俩聊过 他找我要八百块钱生活费 那我就跟她 没跟她 我们男嘉宾会选择 谁作为她的第一位约会女嘉宾呢 稍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一见钟情节奏快 女嘉宾为爱告白 你就是我的菜 你看多直白 男女嘉宾甜蜜互动 执意要给女士抱回家 没事没事 我想给她抱回家 太直接了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送送送 值此万家购物 十年静点之际 53度降箱茅台镇点藏球免费送 只要现在打进电话 原价3588元一箱 六平的茅台镇53度降箱点藏球免费送 对 没错 只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 53度茅台镇点藏球免费送 郑重声明 此活动真实有效 鲜争万确 本应数量有限 本档现实免费送 仅100个名额 本次活动是针对电视购物客户 回馈活动 请您抓紧时间 赶快拨打电话 十年庆典感恩回馈 这里是万家购物十周年庆典 特别推出的 不要钱免费送的活动现场 今天我代表公司 为广大观众派发福利 平时喜欢喝酱香好酒的观众 今天可是有福了 这一箱价值3588元 采用古法酿造的 53度茅台镇酱香点藏酒 都是精挑贵州当地才有的 莫高粱优质小麦酿制 漱口醇厚 空杯流香 让您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 纯粮酱香经典好酒 53度一箱6瓶的茅台镇点藏酒 给您送到家 前几天女婿来了 我就把这茅台镇酱香酒 给它尝了尝 她直接就追悟了半天 说怎么就对自己好呢 舍得买这么好的酒喝 她说呀 这个味道绝对错不了 这才是正宗的纯粮酱香 茅台镇酱香酒 这要是平时没有几千块钱 那可真是买不下来的 我品尝了几杯回味无穷啊 咱喝酒的人都懂啊 这酱香酒啊 它是越放越香 越放越值钱啊 免费送 53度茅台镇点藏酒 免费送 本次活动是针对电视购物客户 有回馈活动 抓紧时间 赶快拨打电话 益青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益青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贵龙药高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如果您是单身或您身边有单身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们爱的选择 联系方式很多种 您可以拨电话 024-2318-6789 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加微信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抖音上面搜索 聊台爱的选择 也能够找到我们 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 是一位老嘉宾啊 曾经牵手成功了 而且呢 咱男嘉宾真的很大方很实在的 但是因为对方觉得他挺倔的 因为一些小问题分手了 咱们今天是脱掉过去所有的关系 来到了现场 打算找个老伴好好过 也是很实诚的 选择谁作为您的第一位乐会女嘉宾 选三号 三号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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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她的照片 娃娃 看起来好可爱 大大的眼睛 小脸圆圆的 我就觉得这种脸前的人 是忘记的人 那我们女嘉宾 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有请三号女嘉宾登场 我是来自发展 今天看了男嘉宾 我觉得我就是奔这个男嘉宾来的 跟我的娘娘相放 她愿意 这三号你听我说话没 好 我要找你的岁数的 是吗 你就是我的菜 我是你的饭 就是说了这段发言我喜欢 来 认识认识 你看多直白 小褥 我可以留位置了 我多余了 我走了先 鸽头那么般配呢 我就不好意思插进来 我免费性感 我老大客气好点 我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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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了你了 你把他打烂了 我这也不会老 你说你 我五十大 我五十五 我属猪 我属虎 太小了 好大呀 就觉得这小粉 这小蓝 然后这个个头 这个脸型 整个这个状态 简直了 打烂了也不得有那海栗子味 一点都没带来海鲜 她也不是大连人 她也不是大连人 她是女生女 我是黑龙江人 我说的吗 我是黑龙江人 爱吃海鲜吗 我是看海的 有的时候就往回家了 那个海鲜 儿子是看海的 对 这片海 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 叔叔去吃吧 那个你爱吃海鲜吗 爱吃 爱吃啊 我卤虾爬的 卤庞也卤虾都爱吃 都是生的 是 那你就不怕拉肚子 不怕 我非常健康 因为我现在头一个多月 会盘进检查身体去了 她说你这骨蜜度像三度是 那个王大夫简单 她不相信 她给那个张大夫又喊了 我也不相信 来叔叔 你证明一下自己身体好 来给我们阿姨证明一下 能不能 抱她不费劲 搂脖搂住了啊 别闪了腰慢点啊 能行吗 每天要自强 走走 等一下 等一下 没事 我害怕 先放下来 到她去哪儿 你抱她去哪儿叔叔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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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没事 我一个在这儿当灯泡还不够 又上来一导演 没事 有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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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劲有劲 导演怕出事 不是怕出事 怕叔叔给他抱跑了 我先给他抱回家 太急了 他俩能牵 他都要有110斤 110斤 你看 刚才咱们大哥抱咱大姐的时候 咱们都特别紧张 咱们导演都跑上来了 但是咱们姐姐没有紧张 是因为她信任你 怎么这女的相容这男的 所以我觉得人家两个人都信任了 咱们很操心的 不是 太好了啊 我们女嘉宾啊 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来 咱看一下大同事 19026号 孤独和无助 她想找一个能聊得来的人 陪她走过后半生 爱的选择您来了 我发现了 您俩那个穿衣打扮的风格挺有点雷同的意思 都是里边穿个衬衫 衬衫 外边再套个毛衫 露个小领露个小边 要是媳妇让你里边穿个红的外套配个蓝的 你干不 她说怎么穿就怎么穿 挺好 干净地址 男人家要干净到一定程度 那人可个性啊 是啊姐姐啊 如果要是你在给她打扮的话 瘦比今天还要帅啊 那相当累了 我会打扮 以后女嘉宾愿不愿意给你打扮 还得看你今天烙得咋样 对不叔叔 先给我们女嘉宾打个分 99分 99分 哎呀 刚一见面就打这么高分啊 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 99分 哎呀 长长久久啊 来吧 咱别耽误二位约会时间了 行 行 行 老太太我告诉你 亲家老公啊 能走到羊羊俩待了 咱们今天见面呢 挺有缘 感谢爱的选择 感谢爱的选择 对 成了 他喜欢他 你看他从他是仰式的方法而成 挺高兴的 嗯 你是闺女是儿子 我是一个儿子 嗯 他那 他这个工作是军事化管理 嗯 一般情人还不允许会计好 嗯 完了现在旅顺有一间房子吧 我一个人住 嗯 我就觉得实在是 尤其是到年节的时候 我真的 就是 那个感觉没法说 所以说呢 我就 好长时间都想买 这回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嗯 什么事都是什么 遇到对的人了 她怨了 那女嘉宾您那个房子能看到海吗 能看到海 海景房呗 你二人说是海景房 但是我对那个房子还不满足 我就想要买个好房子 我喜欢做面食 嗯 我喜欢做面食 我也会做菜 嗯 你还说是笑了 你爱吃面食吗 我 我擀面条和烙饼包饺子还是不错的 啊 太会过日子了 这男人 这个因为是我爱人死之后 都得我自己整 但先生你还记得不 我上次来分享幸福的时候 在路上 从家门出来 他俩就吵架了 因为做几号线的问题 就 地铁吗 咱就拿来说 今天涨的事 我都查了 我先说 到九号线完还能倒车 能到电视台 那个是只能到展览棚 你的信息有误啊 阿姨 我的信息有误 来 花朵 就给我俩喊 就给我俩喊 我就有点什么 啥喊 干先生 你咋喊的 不管在哪个场合 他不给我的面子 也不好好说 这女的还跟得来 要跟我这皮 跑了回家了 我说的话 他不相信 他就照他那倒车 然后我就身后 就把他薅过来了 我说你 我说你那事 你就不对劲 咱就说这事 我拽你回来 我就不回来 你现在是不满意 说他说是九号线队 他没陪你走 还是不满意 他处理这个态度 态度不行 他也不尊重人了 这个 态度 他可以伤啊 态度不好 这个人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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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相当的不高兴 那又啥不高兴 因为时间不敢趟 我就拽他手腕 我就给拽上车来了 他是对你的这个态度 不高兴啊 是 根本就不叫我别人感受 对你的决策没有问题 这个事我 他没说决策 我就硬拽上车来 因为到点了 我说你别干嘛 我说就给硬拽了 那我拽上去跟拽上去 跟拽上去 不一个效果 相反 又是价格 我妈妈扶上去 又一个效果 完了 大伙不是看吗 因为地铁 就说倒车呢 大伙就看 他可能也搅着 没有面子似的可能 你看就刚才那件事儿 两个人都没有坏心眼 谁也没有就是说 非得要听我的怎么样 都是认为自己的对 也都想达成一个好的结果 发生这种分歧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呢 那太是小事儿一段了 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我今天是都认为自己说的对啊 我就是听那个男嘉宾的 就听他的 对 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吧 我就说心里话 你说你对我跟你走 最后呢 结果你是错的 这就得说 你知道你是错的就行 你就说 哎呀我真错了 那你还得让他承认个错误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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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就说哎呀 这真是我错了 这就完事儿了 有就算了 没有什么干啥 就有这句话就行 看咱听听秘诗里嘉宾啊 就这事儿发生完了之后 你们觉得咱男嘉宾 是不是拒 要是我遇到这个事情 就像你要这么对待我 那情况下 我心里也会不舒服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年长多少周 搞手机导航 如果要是不会的情况下 可以问问工作人员 让他休息说 哎 你看我给你问工作人员了 是不是对 是不是得听我的 你这样是得 要是让你老伴心里 会舒服的 你知道吗 我是站在女人的角度 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别太跟我讲理 态度上要好一点 那事后你有没有说 老伴我态度有点不好了 我下回改 我不这样了 但是你这事儿你看 你看 确实是我对吧 听我的有安全感 这个事儿我还真肯定说了 他生气不 回去这之后 我说今天这事儿呢 我心里急了点 我转移了 我说我向你道歉 这个向他道歉什么事儿吧 一般我次我就说 我马上就道歉 他理解你们 后来理解你们 他也 他还是不高兴 肯定是不高兴 要不不能跟咱说你是俊老头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是对的话 像咱们三号姐姐这样的 他说我不会和你过多的争辩 我会随着你一起走 像这样的心态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你做的对 最后你目的地是这儿 那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地了 下车才是正确的 所以证明大哥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 如果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或者说是众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如果要让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了 或者你的大的声音 或者你甚至有一点拽的举动 什么让他觉得过意不去的时候 这个我们需要在动作上和语言上 注意一下细节 如果你的细节注意到了 而且又能够把自己所说的 正确的线路跟他讲明白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作为对方是应该可以理解 但是这里头吧 人家阿姨也说了叔叔的优点 真正过起日子之后吧 虽然叔叔有点就真 聚眼那个过程让人很不舒服 但是事后他哄人的功夫可挺到位的 会认错 会主动认错 会主动认错 然后会哄媳妇 然后呢对媳妇还大方 确实是他之前那位阿姨跟我说的 所以他是有优点的 我这人吧 在干啥 我认为是这样一点 这个我承认你 因为各单位 我认为是我干啥的 你把我说服了 我就服你了 你没说服不了我 那有人把你说服过吗 有人说服 那这个人是谁 尝尝 这个人是我们都是同级的 就是 那我觉得我们男嘉宾 所以还是一个这个张弛有度的 这样一个状态 错了就是错了 你不能讲话 那个怎么说 就是挺爱惹过人 虽然会道歉会哄人 但是挺爱惹过人 但是叔叔这点是错的 你跟同事因为工作也好 还是因为技术问题也好 较真可以 但是跟媳妇 你必须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你认识了我才敢让三号阿姨跟你走 才让你给她抱走 不能较真 对吧 让错了 她心眼不大 她那时加我微信嘛 完了 她要我交八百生活费 八百 我想要女人交八百生活费 哪能够 我说我不交 我跟她说交五百也行 我说五百也不交 我这人就说 加上加上 你是我喜欢的 我养你我都养得起 但你找我要不行 今天在现场 男嘉宾已经被文文说服了 可以了 不过我想问问我们女嘉宾 你能看出来她男嘉宾是一个挺有自己主见的人 我看是一个挺好的 挺好的 不是不像那个所说的巨老头 不像巨老头 并不是那种 巨老头是不讲理 是吗 那是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跟你有关系 很老高兴的心里 现在西方怒放 现在西方怒放 看情人那种感觉 那就是生活当中 如果说你发现她哪件事做的其实不大对 你又想劝她知道她又挺倔 你得用什么办法跟她沟通呢 那个先不能计较这个当时的那个都在那个矛盾中 不能就是强调这一个事就慢慢谁也就少说两句 等过后心平气和的时候 就把这事慢慢的锁开 缓解一下这件 这些问题都缓解一下 你既避开了矛盾特别冲突的那个点 同时你在过后的时候又能够很好的化解它 其实咱们男嘉宾呢 他不是一个特别不讲理的这样的人 他是认真 因为认真的人呢 在生活当中一定是特别严谨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 但是呢就是今后咱们在夫妻生活当中 咱注意一点是什么 就是不要去争个零表 因为你要如果真的争个零表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责怪的话 责怪的语言 生活当中糊涂一点 反而更活得轻松 这个我赞同你的观点 哎呀你赞 你太不容易了叔叔 这个真的 这个家庭 我这什么事要颁明为了 咱俩就要对手了 也没有什么 这家庭事颁明了夫妻也该搞好 没必要那么认真 我现在就有一个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们男嘉宾和女嘉宾 更像是磨合了一段时间之后 来到我们现场去做一个分享报告啊 就是我是怎么样和我老头过得这么好 这么甜蜜的 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感觉 我们女嘉宾呢 她性格比较温和 而且很智慧啊 这可能也跟她之前的那段感情经历 是有关系的 我们一通过一段感情了解 女嘉宾讲述感情经历 台上台下终于不断 谁都难受 哎呀真心疼你啊 不为钱谁找他拿谁 那当然 我就不找 男女嘉宾讨论美好未来 密室女嘉宾羡慕不已 我对待女嘉宾怎么办啊 啥时候定个日子 在海里咋个猛子 爱的选择稍后我们接着看 我们的经历新养生菌 再用三重冷冻干燥帮埋技术 有效保证一生菌活性 每天一代 调节肠道内均群平衡 助进营养经收 呵护肠道健康 一块钱和明星同款 一生菌 一块钱拥有健康好肠道 是的 你们有听错 这款由著名科兴陈虹 亲情推荐 红养糖一生菌冻干粉 现在厂家做直销活动 只要一块钱 是的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品牌宣传 足迹成本 足迹利润 抛去所有中间的环节 成本价直面消费者 让每一位消费者 花最少的钱 体验到我们 红养糖一生菌的 带来的惊喜和改变 保险公司城堡 请抓紧时间 拨打屏幕电话 请注意 请注意 红养糖一生菌冻干粉 一元直销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体验到红养糖一生菌冻干粉 对肠道的特殊养护 原价299元的 红养糖一生菌冻干粉 现在打电话 只需一块钱 一块钱和明星同款一生菌 只需一块钱 和抑制优本感军的 端利一生菌 一块钱和含有9000亿 红养一生菌 请抓紧时间 拨打屏幕电话 本产品由众名更新 陈红敬请推荐 太平洋保险公司城堡 购买时 请认准红养糖商标 客户健康 从常开始 红养糖一生菌冻干粉 让你的肠道越来越顺畅 我们女嘉宾呢 她性格比较温和 而且很智慧啊 这可能也跟她之前的 那段感情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 张女士有两段婚姻 第一任丈夫经人介绍认识 生活了几年 就因性格不和分开了 第二任丈夫 是一个大她二十岁的男人 他们相敬如冰 度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可天不遂人愿 丈夫的离世 打破了原本幸福的生活 过后朋友们再给她介绍 大她二十岁的男人 都被她拒绝了 她期盼能找一个年龄相仿的男人 度过后半生 我跟我那老老爸跟我一样 我那老老爸跟我俩老婆 可结婚会等完结婚我 她俩谁合适 我你合适呗 我出门带出去多疯狂 我找小媳 咱女嘉宾 您是和这个相差二十岁的另外一半 谈过恋爱吗 还是 也没怎么谈过 她是一个工程师 经历方面 挺好 挺好 她也不经常在家 总是在外面打工 男人的承受魅力 把她工程 完了 能挣钱 对她年轻 小 分辨力 不要多 只是对的好了就可以 跟她吃的对好了 可以 邀请小孩 要求的少 需求的少 满足的就多 她 对就是 认为我岁数小 她 我呢就是 到时候 按她喜欢吃什么 我就给她做什么 按说你要是岁数小的话 你在她面前 不应该经常撒娇啊 你应该是不懂事啊 那怎么能 研究了一身 这个特别懂事 特别通情达理的一个性格 老头十个土地 他到时候就出去打工 他对他的儿女 对所有的人都非常严格 我必须得尊重他 不尊重不可以 哦 是这样的 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说强烈要求 你别 谁也别再给我介绍 比我大二十岁的 老不要了 我要稍微 年龄差小一点的 为什么呀 因为 你岁数大的人 你到一定年龄 你就得离开了 离开我 对我那个身心 打击特别大 因为呢 这一个人 家里养个宠物 就没有了 都受不了 何况一个人呢 嗯 我们俩生活了十六年 他走以后 我非常痛苦 我也不想找了 我就觉得也 自己那个 生活也挺好 嗯 来咱听听 密室里边女嘉宾啊 有话要说 嘉宾姐姐 我问你 我是四号女嘉宾 那丈夫比你大 年龄差距差二十岁 大二十岁 你看上是她的成熟魅力啊 还是真正的爱情 还是别的 因为那个 一开始就对我好 一开始她就 给我钱 给我买吃的 这种红小孩 这方面对我特别好 所以说呢 我就觉得挺好 这个 这一段婚姻挺幸福 所以呢 我们俩过得也挺开心 嗯 你们之间有代沟吗 没有什么代沟 人家经常在外面工作 跟接触外面的事 人家就 什么事都能想得开 都能知道怎么处理 还是挺前媚的 你和她的子女相处和谐吗 不接触 不接触 从跟她认识 就不要我和她家人接触 看来这老哥哥挺成熟啊 值得保护自己的婚姻和家庭 值得保护自己的爱人 心智成熟 但我敢说 你的心智还是个孩子的心智 只需要呵护和爱护 我就觉得两个人 不要藏心呀 嗯 哎 就是 就是 张口闭口 就是钱啊 东西 我觉得这并不是生活 在一起生活 互相包容 那个高高兴兴的 嗯 什么事呢 两个人商量 没必要 因为一点小事 纠缠不清啊 咱男嘉宾您能做到那样吗 就呵护她爱她 这个完全可以做到 嗯 因为财长我已经说了 我阿姨是96年做的大手术 脑袋做手术活了16年 嗯 一个是 我下班呢 我领她上台去走去 拉她的手 我上班呢 有凉裤这帮子 妈 退休的 都照顾她 因为我姻缘好 我 对待您的眼睛 那样 那这里啊 阿姨啊 我咋听说一件事呢 嗯 就是听说您跟上一任 丈夫的这个孩子 还有一些纠葛的 是不是啊 对 什么方面的纠纷 就是我们呢 有一套房子 有一套房子呢 大伙都要这个钱 老姑娘就是说啥 她们这些人都欠老姑娘的钱 全欠老姑娘的钱 我呢 只要把这钱给老姑娘就完事了 完了呢 这个老姑娘后来说了 我爸当时也没说把这钱给我 房子给我 也没说把我钱给我 我爸呢 一共能有多少钱 就 就完了再也不提这事了 她那个大儿子呢 当时是要这个钱 要这个钱我也给了 给了一万多完事了 嗯 现在是处理清楚了是吗 基本上吧 反正是也没也不来往 她也是那老头给他钱 这个女的也是那老头给他一大笔钱 不为钱谁找他拿谁 拿当呀 我就不找 对对对 但我就是挺心疼我姨的 如果当初跟那老伴 把财产这块整明白了 就不会有老伴之后 你还那么糟心的一段时间 对 本来失去老伴还痛心 嗯 然后还面临对方子女跟你这样 对 谁都难受 哎呀真心疼您哈 哎呀弄不 就是跟他儿女弄不清清楚 因为啥呢 因为之前跟他儿女没来往过 都没在一起 16年没在一起吃吃过饭 就是在一起那个沟通过 没有 16年的这个婚姻 是因为他去世了之后 会出现一些罗乱的一些事情 给自己带来了不愉快的一些想法 对对 但是一想起那段婚姻 还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幸福 所以如果要是说他没有联系的话 也不意味着他的子女是不存在 所以要是真正的活泡烂跳的时候 什么都好说 对 一旦出现身体某些方面出现问题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但这个问题不是说双方 不能故意制造的 而它真的是现实会存在一些隐患 那么如果两个人情投一合了 某些方面允许的情况下 做一些婚前财产公正 既是保全了我们的财产 同时也是理清了之前的债务 如果之前没有债务 那一切都好 如果以前有债务 财产一公正 那么既然有了之前的债务和财产 都是之前的 和之后没有关系 是不是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老年人在往前迈这么一步 组成新家庭之前 总是不好意思提起法律 把好多事情分得比较清楚 觉得这样伤感情 但实际上 咱们先把这些事情做好分割 做好理清 做好法律的做保护之后 可能对未来的感情能够少一些伤害 两个人更单纯的去过日子就好了 对 那我们男女嘉宾还有啥要问对方的吗 没有 没有了 来二位请请 其实她两个人现在都没有之前那些问题了 也没有阿姨之前会遇到那些困惑不会 所以你俩现在想的是说啥时候定个日子 上海里扎个猛子 对 先踩个沙子 先踩个沙子 然后再去扎个猛子 那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要不要最终走到一起去 来给我们阿姨一点时间 那接下来您要选择第二位约会女嘉宾了 会选择谁呢 稍后为大家揭晓 不把调色当会事 啥不是事 对 每个人都有脾气 但是你俩岁数也合适 是不是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女嘉宾讲述英勇世纪 男嘉宾佩服不已 那从小西午的耳风肯定好啊 后边动力出的量 拽呢 拽个人 拽个人 女嘉宾讲述感情经历 台上台下调侃不已 想给我打出来了 你挥那么多工 让他们打出来了 那太遗憾了 你挥那些工啊 让他耳机打出来了 你说他叫不叫人吗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送送送 至此万家购物十年禁点之际 53度降箱茅台阵点藏球免费送 只要现在打进电话 原价3588元一箱 六平的茅台阵53度降箱点藏球免费送 对 没错 只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 53度茅台阵点藏球免费送 郑重声明 此活动真实有效 新增万确 本应数量有限 本档限制免费送 仅100个名额 本次活动 是针对电视购物客户回馈活动 请您抓紧时间 赶快拨打电话 我品尝了几杯 回味无穷啊 咱喝酒的人都懂啊 这酱香酒啊 它是越放越香 越放越值钱啊 免费送 53度茅台阵点藏球免费送 本次活动 是针对电视购物客户回馈活动 抓紧时间 赶快拨打电话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台贵龙药高 好礼宣送 特价销售 限时优惠 沸腾水煮鱼 六十八元每份 朝楼饭馆 024-3188-8677 聊天室 北京城沈阳市湖南新路8号 万象九宁城 爱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那我们男嘉宾现在 要选择第二位约会女嘉宾了 你比过呢 到底是几号啊 四号 您可整准成了啊 你要是整不准成 我跟你说这俩都不上来 四号女嘉宾 来咱看看四号女嘉宾的老照片 这个照片看着有点眼熟 但要分辨不出来 到底就从她那个微笑 笑完之后眼睛都笑没了那个状态 是我们一位开心者阿姨 来 邀请我们四号女嘉宾分享 我们四号女嘉宾的老照片 大家好 我叫刘红玉 您今天就我在电视里边听 对我们男嘉宾评价也挺高 他对人很正直很好 我看好他诚实 朴实 我发现你好像这次来 感觉瘦了 姐姐 你是健身了又养生了吗 从158斤减的1216 pathetic 但这个体重真好 别太太瘦了 对身体健康最主要 身体健康对 对 那可不 别的都没用 救得我怕被抵出了 我 abundance 我感觉骨头的 用骨头的 手没劲 身子太轻手没劲 sao muscle 要胖不摆 人要犯你呢 必犯人 做人有个底线 男人都得有个底线 我们阿姨一直笑喝的 这是我们一位老嘉宾 可能她一登台 大家对她就会有印象 这个记忆比较多 那现在生活当中 我们女嘉宾又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我们看一下她的生活整体 16877号刘女士 56岁沈阳人 李毅个体经营 无住房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沈阳的刘洪玉 我现在经营一家理疗店 八卦按摩 我是样样精通 我喜欢旅游 放松心情 能看看祖国的大好和善 但是生活忙忙碌碌的 好久没出去了 我喜欢旅游 但生活太忙碌 无暇顾及出去旅 出去玩 每天早上起来 就在店里忙活 辛苦工作到晚上 忙碌的生活也无法抵消 内心的孤独 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身影 我总是羡慕不已 我也想有个伴一起吃饭 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我依然在寻找另一伴 爱的选择我来了 我们女嘉宾这个才艺很多 你看我们会中医 是不是 会这个 理趟法 法律 然后会理趟法 医学美容 反正整个都是医学上的东西 然后还刚才会 修摸工具 会整骨 会摸刀 还装过自行车 对 你是多拆多艺 不要再发现 十个小时都不够用 我跟那个勤工车前讲大的 9岁就动他那电纱轮 就摸这条刀 我感觉这个 这个大哥没看着这个你知道吗 他没想跟你俩 烙个热火朝天 你不要往里看 真的 就这么样一位女嘉宾 您给他打多少分 100分 满分 你害不害怕 疼不了 疼不了 我打98分 98分 您给我们男嘉宾打多少分 99分 对你还挺满意的 嗯 是是 来吧 二位请就座 进入约会时间 你现在早这么老子的也是没有 因为我不还得被放在人头 体质挺好 我那年我出门 硬素就回来跟进州 一个男的跟沈阳站 一直追到家 我躲在车棚那样子他不知道 过了我玻璃就抓住了 我问你干啥 不干啥 我说不干啥 我说不干啥 我说我走你走 我跑你跑 我站你站 你干啥呀 那从小洗五条 风肯定好啊 后边动力挺着凉的 我要钱没有 要别的更没有 你说了 你劫财还是劫色 不对 我一闪身 一闪身 我哎呀妈呀 亲爱的你才来接我 你吓我一跳 他就一回头 夸子一聊 半掌半拳 就这把钱 他走 娃娃的上去 我跟这个行 抓一根 是什么人 抓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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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逼得回头 常人的心态 他根本啥 我从小跟娃娃 咱就带大练去 他俩不带冷场 就是一百 不过跟你说 一百三斤的人 体重腰带积紧了 我手里都低了两 练过 练手劲 这五要没有 这一斤 三身反不了 你多少斤 我一百三斤 你低了多少斤 我就多少斤 你那个 两个手拎一下 我们叔叔 看能拎起来吗 能背动他 你肯定能背动我 咱今天就不是了 那你八七的人 我都背走了 好 我们女嘉宾 那你说 你现在生活当中 你看 你又会武 又会衣 又懂法 又会磨剪子 又会 不是 又会磨刀 又会等等 全都会 然后又会保护自己 那你还缺男人吗 缺啊 用男人干什么 不用干什么 缺个陪伴呢 心灵的慰藉 感情的依赖 你看看 你在踩着更丑 你不一半 有 我要 坐下来 当个小女人 那你 有个肩膀 靠一靠累了 你肩膀在这呢 您可以靠靠 你怎么做小女人 因为刚才你讲的 所有的表现出来的一切 我感觉你是个纯爷们 一点都不像女人那样 你来 这生活把我办了 你 哪怕他就是说 别着急 别上火 有我呢 这一句话接触 就握握手 都给我一个心灵 给个那啥 你是应该找个依靠 后半生咱们只剩二十年 现在的依靠 或者剩更多一点 对 但是我只能说 珍惜眼前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对 但是光阴世间出阴老 光阴过去 光阴世间出阴老 早早地找一个好老伴 你白天 你再诊所 或者是给别人看病 回来 我给你做一口热饭 我干一天后累了 第二天早上 我可以给你做早饭 吃完我送你出门 叫你安心地工作 回家有温暖 回家有温暖 等到中午了 我可以给你包几个饺子 给你送去 这就足够了 太圆滑了 有这样吗 对 有个住房 或者有个门 人家想鞋子干 不想吃男人养 对 因为毕竟我妹老 在工作中吧 增加智慧 脑头脑也不会衰老的 我们女嘉宾的这种性格 跟她之前经历的感情生活 是分不开的 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我的情感经历特别坎坷 第一任丈夫耍钱 赚钱不交家里 我们离了婚 后来又嫁了一个 大我35岁的丈夫 也许常人无法接受 但是我们不顾世俗 可惜幸福总是短暂的 最后老伴病逝 又只剩我一个人 我前任丈夫大我35岁 是抗美援朝的老兵 对我教育挺好 俩感情也相当好 后来她的子女匆匆匆搅扰 不同于我俩的婚姻 就把家给整散了 到现在老伴没了 还剩我自己独立生活 我懂医疗 生活能完全自立 找到我 就绝对要你幸福会 我的要求不高 只希望两个人真心相伴 这样的我也喜欢 我二了何 那35岁做保姆 我给你俩同居 谁能干出那生意 我们女嘉宾 之前那段感情生活 相当于是 其实跟上一位女嘉宾 有点像 就是对方也是比你大很多 大35 但是区别是 你跟她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的身份是保姆 不是她的爱人 一开始是把母后登记了 就是爱人了 啊 一个月就登记到她家 儿女上门打 打说她非法通知 比等那几 她儿子都跟她一边了 分开了吗 你照顾她 我照顾她 她也照顾我呀 要我咋干 她问那姐姐 有没有带勾敢呢 你有吗 没有 她后来是分开了吗 还是她过世了 加个抢了 想给我打出来了 谁办一边 我给你打上来了 嗯 你挥那么多工 把我家屋门锁了 你挥那么多工 让她打出来了 那太遗憾了 我走了 你说她叫人吗 是不是叫人 你说她叫人 你说她叫不叫人吗 你说她叫不叫人吗 她前后憋着窗后门 我跟你说我住不下去 那时候还年轻 是我自己走的 我自己走的 但也是别的 那无法住 那还不行 门给锁上 还说到不倦 你个老倦哪能问的 那就相当于是最后 这段婚姻是不了了之 她儿女把父母 把父亲给接走了 接走了 就半离婚 逼离婚 不同意 我俩一直坚持 折腾四年多 最后老爷子死了 我盼着手下的 我给她撤销了 她离开了之后 有没有给你留下些什么 能够维持你以后生活的 给我交的养老保险 啊 完了交五万多养老保险 完了我还带出来 那有 是吧 我自己那样工资退休 我又补了个八千多 这好几万块钱 就维持到现在 啊 然后再加上自己 再做点小生意 是吧 对 滚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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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公园去理法 乘东亚院北面理法 嗯 院里的那 就诊的病房里的 给她病人理法 修饺 就是能吃苦 遇啥活干啥活 对 见着活就等前天 就是脑花工 往往到这个年龄段的人 都要安享晚年了 因为到这个时候 都不希望能够 一直在为生活奔波 为命运抗争 其实我觉得咱们四号姐姐的身上 有一种一直不屈从于命运 一直希望给自己 用自己劳动创造生活 这么一股劲 这股劲儿 特别值得肯定 所以呢 她刚才把脑袋 靠咱们男嘉宾 肩膀上的时候 忽然间心里面 有一点一酸 因为这个是 她特别向往的 一种小女人 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人 能不能出现在你的身边 我们不要在别人面前 表现得那么的强悍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 那么强悍的话 不需要人靠近我们 我们永远得不到这份幸福 所以适当的示弱 不要那么的 过多的去较真的话 可能幸福会快点 来到你的身边 咱们女嘉宾啊 来我们爱的选择 一直是以一个 开心过耳的状态出现 做个小女人 对 其实她心里边 还是想做一个小女人的 那之所以 能够带给我们 那么多的欢乐 还是因为她经历的事情 跟我们大多数人 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她 和大多数人 是不一样的 我们才觉得她的 与众不同 那今天咱也了解到了 我们女嘉宾 其实有很多心酸的过往 包括现在也是在 很努力的 为自己的生计在打拼 即使一把年纪了 还是想靠自己 所以这样的人 是很值得尊重的 世人都得有个性 没有个性就不 我也扑不掉人 好 来 二位请起 那我们阿姨 稍微很快乐 好 这边请 反正我也是 也行 好 我们男嘉宾 与两位女嘉宾 约会结束了 那接下来 要进入爱的考验 有请二位女嘉宾同时登场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问题 男女嘉宾选择其中一道 你最关心的问题 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谁来承担 二 生活如果出现不同意见 如何解决 三 会暴力解决问题吗 四 再婚后俩人收入 会放一块花吗 五 想带我去哪旅游 六 生病了能照顾我吗 来 我们男嘉宾 先问一个问题 第四道题 四 再婚后俩人收入 会放一块花吗 三号先回答 能放一块花 能放一块花 我们四号呢 可以放在一起花 好的 那我们男嘉宾 您的意见是放一块花 还是就花你自己的 他的存着 放在一起花 既然是夫妻嘛 就不分你的我的 来 三号选一个问题 问我们男嘉宾 那个六道题 第六 生病了能照顾我吗 这个可以给你照顾的很好 必须的 来 我们四号女嘉宾 选一个问题 问一号 一 婚后生活费谁来承担 作为我来说一个男嘉宾 我尽力尽力地承担 尽力 他尽力去承担 行吗 好 接下来是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那我们男女嘉宾啊 一定要想好 对方到底是不是 自己喜欢的那个人 如果是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给自己也给他一个机会 来 手吃爱情玫瑰花 背对背站好 倒数三个数结束 喜欢他勇敢地转过身 他们也是有夫妻像 王武冠军三号那个挺认可 心动倒计时 三 你就是我的三 我给你留位置了 我多余了 我走了先 走 没事 没事 二 就这么样一位女嘉宾 您给他打多少分 累了 谢谢 累了 谢谢 哪怕他就是说 别着急 别上火 有我呢 这一句话接触 就握握手 都给我一个心灵 给个那个 一 请选择 一位是默契十足的 三号女嘉宾 一位是能文能武的 四号女嘉宾 男嘉宾能否为爱告白 勇敢转身 爱的选择 答案马上揭晓 便秘 腹泻 肚子症 怎么办 快试试红氧糖益生菌 冻肝粉 每核有9000亿活性益生菌 让你的肠道活起来 洗手厂 不消化 免疫低 怎么办 红氧糖益生菌 冻肝粉 平心也在吃 才能以致油门螺旋杆菌 每天一袋 润肠痛便 精神好 红氧糖益生菌 冻肝粉 一直用门杆菌 专利的益生菌 每核含9000亿活性益生菌 再用三重冷冻肝燥肝 方埋技术 有效保证益生菌活性 每天一袋 调节肠道内菌群平衡 促进营养营养 呵护肠道健康 一块钱 和明星同款 运生菌 一块钱 拥有健康好肠道 是的 您没有听错 这款由著名科兴陈虹 亲情推荐 红氧糖益生菌 冻肝粉 现在厂家做直销活动 只要一块钱 是的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品牌宣传 不计成本 不计利润 抛去所有中间的环节 成本价 直面消费者 让每一位消费者 花最少的钱 体验到我们 红氧糖益生菌的 带来的惊喜和改变 保险公司城堡 请抓紧时间 拨打屏幕电话 请注意 请注意 红氧糖益生菌冻肝粉 一团直销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 能体验到 红氧糖益生菌冻肝粉 对肠道的特殊养护 原价299元的 红氧糖益生菌冻肝粉 现在打电话 只需一块钱 一块钱和明星同款益生菌 只需一块钱和 一直用门赶军的 端利益生菌 一块钱和含有 9000亿红氧益生菌 请抓紧时间 拨打屏幕电话 本产品由众名更新 陈红精情推荐 太平洋保险公司城堡 购买时 请认准红氧糖商标 客户健康从常开始 红氧糖益生菌冻肝粉 让你的肠道越来越顺畅 力量迸发 再次突破极限 事发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王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汇 新派成菜 茶楼饭馆 为回馈洗脑顾 11月起 每周五为会员日 会员向部分菜品半价 充斥卡 存1000元 送100元 存2000元 送300元 加送雪花啤酒一箱 详选你2431888677 沈阳市浑南区外向九仪城北侧 1 请选择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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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大家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同时转过了身 那我们男嘉宾 那我们男嘉宾手中的玫瑰花是想要送给谁呢 请用你的行动来表示 希望我们能够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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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好对待你 下去之后咱们还要好好沟通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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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面就觉得这就是对的人了 男嘉宾为什么选择我们三号女嘉宾 喜欢她哪一点 因为我们的共同点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喜欢她 就喜欢她 对 合影的过日子就美 对 是吧 那我们女嘉宾呢 男嘉宾一看呢 也是个干净隶属的人 嗯 虽然有点脾气 每个人他都有个人的脾气性格 这玩意这么大年龄 谁也不能改变了谁 就是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才能把生活过得更好 啊 明白了 那东北老爷们没点脾气 那还能行聊 对不对 那谁跟他好啊 是不 谁来保护我们呀 对 你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脾气在姐姐这儿不是个问题 对 因为她这个脾气 她是可以接受 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这一点是咱们男嘉宾 是感觉最舒服的地方 嗯 好啊 那我们四号女嘉宾 您您今天这个转身这一下 她没有为你送花 心里边有没有点难过 没有 没有 我的我的那个未来还在前头呢 对 我的未来未来 我还依然想想爱情 好的 就您这句话 您一样会获得幸福 每次咱们四号姐姐 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都那么的开心 所以她面向阳光 心里有光的这种感觉 特别感染我们 但是呢 姐姐咱们是这样的 生活当中的这种强悍 这是我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本领 但是如果一旦身边有人出现的时候 你也愿意靠近的时候 我们手里的镜头 我们手握的这个劲儿 一定要松一顺 对 松一顺 会有一个喜欢我的人 在未来等着我 祝福二位 手拉手 共同走向爱情之门 我看第一眼 我这个男嘉宾 我就是看他身体也挺好 爱好也挺多 也挺干净 所以我选择了他 在以后生活中间 我们会互进互外 在家庭一些事上 互相谅解 我想找一个人品好一些的 没有不良嗜好的 以后有退休金的 正经过日的男人 我想找一个年龄在 比我大 六七岁七八岁都可以的 有独立住房的 收入大约在四千块钱左右的 人品好的 没有不良事好的 我想找一个高个儿 年龄相当 有责任心 有事业心 有担当的 政治的男人 有住房的男人为伴 我找一个身体好的 人品好的 相福到老 什么是对的人 什么才是爱情 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个人值不值得你迈出这一步 是不是你未来想要拥有的 那份感情 如果说你也想找到爱情 爱的选择的舞台随时等着你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